7月21日 川普政府突然下令要求 中共在72小時之內關閉駐休斯敦總領事館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摩根·奧塔古斯 22日早間說 這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 和美國公民的私人信息 他說 美國不會容忍中共侵犯我們的主權 和恐嚇我們的人民 正如我們不會容忍中共的不公平貿易行為 竊取美國的就業機會 以及其他惡劣行為一樣 他還表示 根據維也納公約 各國有義務不干涉所駐國的內政 不過奧塔古斯沒有說明 勒令關閉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具體原因 隨後 參議員盧比奧發推文說 中共駐休斯敦領事館不是外交機構 它是共產黨在美國龐大的間諜 和影響力網絡的中心節點 就在美國發出關閉命令的幾個小時之後 休斯敦中領館內冒出火光和濃煙 引來當地的消防人員 休斯敦警方說 這是因為中領館人員 在院內大量的焚燒機密文件所致 參議員馬莎·布萊克本隨即發推文質疑 昨晚 美國要求關閉休斯敦中領館後幾個小時 他們就大量的燒毀文件 他們要隱瞞什麼 彭博社引述專家的話說 這是美中緊張局勢的一次重大升級 美國命令在72小時內關閉領事館 說明中共有重大的違法行為 因為中領館人員 的確認 他們在家裡面 都是在罪口的 報告 他們在罪口的 報告 給你 報告 報告